今天风和热力 在这两位小老弟到公园来玩一下 天气还不错 都还挺大的 现在那个水都退潮了 这边有好几个朋友都在这里挖沙了 这上面还多了一块沙地 可能这里舒服一点 凉快一点 浏览成习惯了 哎呀我去 更脏了 邋遢狗啊 看看大黄就闻向他站着 看看是一个天还干净的狗子啊 狗子应该天生就会有水的 看看 他自己跳下去的 大黄就没这个胆 看看这两位全身都湿了 一共一母 这个小小伙伙伴挺配的 这位小朋友 不提醒 他杀了 人家人差 他们就应该抓了 哇哦 好牛哦 要他下来他就下来了 有一圈就上去了 下来玩一下小蛙 嘿 好棒哦 天生就会有水了 大黄还是在旁边看 看看我的运气还不错哦 在沙地还捡了一个网图鸡呢 回家了 回家了 小端子跑得还挺快的啊 再看这个肥不溜秋的 带路先锋 大黄 现在小黄已经被送走了 他们两个现在就做一个半吧 也挺好的啊 到家了啊 未来不影响附近的居民啊 我还特意找了个美车的地方停 小小伙伴跑累了啊 爽着大气呢 大黄也顶不住了 看看 都躺在那休息了 开放 先来点水喝 河里的水他们都不喝的啊 也不知道是为啥 河里的水应该也挺干净的 你看 都能轻让吧 一个喝完 让着另外一个 挺乖的 两个小家伙 来来的 空了 两个狗盆 开饭了啊 大黄已经晃过来了 开始干饭了 这位小老弟还没晃过进来啊 还闯着大气呢 那么快吗 大黄 再来一盆 看看大黄这种样 他得吃活歇活才行啊 现在轮到流浪狗小花开始干饭了 这小家伙也晃过进来了 近距离看的话 这小家伙长得还挺可爱的哦 他是听众的感人的一只狗子 小家伙知道我要回家了啊 那还特地过来送送我 这木耳就是比跟我种感情啊 大黄吃饱喝重了就跑到来睡觉去了 拜拜啦小小花 这点成功也乖乖的啊